接下來所看到的前面 這就是所謂的整個西安的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建造於唐太宗貞觀22年 也就是在西元648年 是當時太子李治為其媽媽文德皇后 追伏修建的 那特別供請了印度前來取經的 印度的高貞叫唐生 所謂的唐商戰 所來修建 請他唐玄杖來做整個總理的事務的部分 那玄杖為了儲藏印度的取經的經像 在唐高中永恢三年 也就是在652年 在唐高中的時候 修正了大雁塔 那是仿印度住行的一個五塔的建築 在五折天的時間 在長安年間 在701年到704年 又改回七成的部分 大雁塔成方形共七成 這就是所謂的叫大雁塔 看到了嗎 嗯 看著吧 再一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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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